说起中国文学史上的恐怖小说 大家都会想到辽斋 但其实比辽斋还恐怖的是《红楼梦》 堪称是恐怖小说之最 就连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专家都说 深夜读《红楼》阴森诡异 漆红色的楼上全是女人的影子和笑声 比如《红楼梦》第18回 原非醒亲就很诡异 书里说原非虚实出才起身 那个时候可是晚上的7点到9点 正常的情况下 哪个姑娘会专门在大半夜的回娘家去呢 曹雪芹这么写 其实是想说原非早在宫里就已经被折磨至死了 现在回来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鬼 所以他才只能在晚上这种数音的时候回来 再加上他走的时候 太监喊的是 时宜丑正三刻请假回鸾 这可是凌晨4点左右 民间有一种传说就是 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在投变鸡叫之前回到阴间 而投变鸡叫的时间往往就是凌晨4点 当然了这只是对《红楼梦》原著其中一种解读 书里布置了太多的暗线 所以不同的人去读啊 总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如果您还想再看看这本四大名著之首的话 那我就推荐这个版本 里面的插图可是涵盖了建筑服饰 还有器具用品方方面面 而且都是根据文物专门绘制的 能看到好多清朝贵族的生活细节 这样的《红楼梦》才称得上是 中国传统文化大百科的名号 已经到底在那边过就 Phoenixختən剂用 »